本以为老妈上次的麻辣鱼已经够优秀了 没想到今天老妈又做了一个肥肠鱼 也太好吃了吧 老妈你这么早肥肠都擦干净了 麻烦那就再保钱啊 对你们保钱呢 最近我天天睡到自然醒 等我醒的时候 老妈已经把肥肠洗好了 先焯个水 然后重新放高压锅里面加入香料 盐 白酒 生抽 老抽 再加入清水 没过大肠就可以了 再放点白糖 高压锅上汽以后转最小火 慢慢的压半个小时 听说你们特别爱看我老妈片鱼片 今天就让你们看个过瘾 鱼片片好了以后 想要嫩滑 我们先放点盐 给它抓 抓到粘手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打一个鸡蛋只要蛋清部分 没想到老妈今天运气这么好 打到一个双黄蛋 抓拌几下 让蛋清吸收进去 然后再放生粉和胡椒粉 先让鱼片腌制一会儿 大肠压好了以后 改刀就可以开始烧啦 油热下姜蒜还有麻辣鱼的调料 或者是火锅底料 小火炒出红油以后 先把肥肠放进去炒拌两三分钟 再参水 水不用烧开就可以下鱼骨或者鱼头啦 因为这样子煮出来会比较嫩 可以再放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如果食材比较多的话 可以尝下汤汁咸淡 不够咸再加适量的盐 然后把这些配料全部先捞出来 下鱼片的时候我们要冻一片 吸一片这样分散开的下 小火等鱼片定型以后开中火 使汤汁烧开 烧开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不要煮久啦 最后一步一定要放干辣椒 葱蒜 花椒 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今天这满满一大脸盆应该可以吃过瘾吧 鱼片还是一如既往的嫩滑入味 大肠也煮得很透啦 不用担心咬不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